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7月15日 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在米爾沃基舉行 川普被正式提名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俄亥俄州參議員JD萬斯為副總統候選人 那麼 川普為什麼選擇JD萬斯? 共和黨人對此又怎麼看呢? 在說這個話題之前 我們先說馬斯克向川普捐款 以及川普機密文件的重大變化 7月15日 世界首富伊隆·馬斯克表示 將每月向新的親川普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 投入約4500萬美元 從7月份開始 預計到11月大選前 這筆金額總數將達到驚人的1.8億美元 這個政治行動委員會是今年6月 剛成立的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 致力於登記選民並說服選民提前投票 並在搖擺州要求郵寄選票 該組織評估 民主黨歷來都有非常強大的拉票活動 並注意到拜登陣營為搖擺州實地工作投入了大量資金 為此 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將在今年大選中試圖反擊這一點 據一些知情人士透露 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 已為其工作僱傭了數百名員工 並一直在登記選民與搖擺州的選民進行對話 並敦促選民索要郵寄選票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 馬斯克是目前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估計財富超過2500億美元 他表示 計劃向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投入的資金 是一筆巨款 其他支持者包括帕蘭提爾科技公司 聯合創始人喬·朗斯戴爾 溫克萊沃斯雙胞胎兄弟 前美國駐加拿大大使凱利·克拉夫特 及其丈夫喬·克拉夫特 後者是煤炭生意商 Alliance Resource Partners的首席執行官 雖然很難追蹤一些政治捐贈的全部範圍 但迄今為止 已知道2024年大選 最大筆捐款是銀行家托馬斯·梅隆的 曾孫·蒂莫西·梅隆 今年6月 他想支持川普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 捐贈5000萬美元 根據星期一提交的文件 截至6月30日的3個月內 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捐款總額 為875萬美元 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說 馬斯克曾表示 他計劃從7月份開始捐款 除了朗斯·戴爾 沃克萊沃斯兄弟和克拉夫特夫婦之外 本件還列出了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的 其他一些捐助者 其中包括幾位和馬斯克關係密切的人 上星期五 彭博社曾報道說 馬斯克已向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捐款 但他計劃捐款的規模尚未公布 今年3月 外界傳出馬斯克與川普見面 是否會商討支持川普紐約官司中的3.55億美元 為此他曾在X上表示 無意向川普或拜登的競選活動捐款 但近幾個月來 這位特斯拉首席執行官 與川普的關係越來越密切 上星期六 在一名槍手試圖在賓夕法尼亞州的集會上暗殺前總統川普後 馬斯克正式支持川普競選總統 他說 我完全支持川普總統 希望他早日康復 馬斯克在隨後的一篇帖子中 讚揚了川普的勇氣 他說 上一次美國人有如此強硬的候選人是西奧多·羅斯福 事實上 最近幾個月以來 馬斯克和川普的關係越來越融洽 可以隨時打電話 他正在幫助組織一個數據驅動的防止選民欺詐的項目 川普聽去了該項目的報告 《華爾街日報》說 兩人還討論了馬斯克在川普第二屆政府中 可能擔任顧問的可能性 但馬斯克後來否認了這一點 下面 我們說說川普機密文件 7月15日星期一 佛羅里達州地區法官埃林·坎農 駁回了特別檢察官傑克·史密斯提起的川普機密文件案 理由是 司法部對史密斯的任命和資助非法 在一份93頁的裁決中 法官卡農說 司法部對史密斯的任命是非法的 而且是無條件的 因此他寫道 書記員被指示結案 2022年11月 司法部長梅里克·加蘭 任命史密斯為特別檢察官 負責監督對川普離任後 處理和保留機密文件的聯邦調查 2023年6月 傑克·史密斯以違反《間諜法》 在佛羅里達州邁阿密法庭 指控川普37項重罪 包括31項故意保留國防信息 以及三項涉及與律師的談話等罪名 去年7月 史密斯又追加了三項額外指控 指控川普參與了刪除海湖莊園監控錄像的計劃 隨後 一場圍繞史密斯是否有權起訴 以及川普是否享有總統豁免權的法律戰打響 今年5月 史密斯承認篡改機密文件案的證據 法官卡農無限期擱置機密文件案的勝利 之後 川普的律師要求法官暫停機密文件案 並重新考慮兩項動議 一 史密斯沒有資格起訴川普 二 司法部對史密斯辦公室的無限資助 並沒有得到國會授權 律師還援引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的觀點 要求卡農重新考慮 基於史密斯被非法任命的駁回動議 托馬斯大法官認為 司法部長梅里克·加蘭任命史密斯為特別檢察官是非法的 因為史密斯只是一個平民 他的檢察官資格並沒有得到參議院的確認 6月底 法官就川普律師的動議 以及史密斯要求對川普實施禁言令 舉行了為期三天的擴大聽證會 7月1日 最高法院以6比3的投票裁定 川普對其憲法賦予的核心權利 想有絕對豁免權 川普作為總統的官方行為 想有推定豁免權 非官方行為 沒有豁免權 這位機密文件案 帶來重大的轉機 7月15日 卡農在命令中寫道 在仔細研究了動議中提出的基本挑戰後 法院確信 特別檢察官史密斯 對這一行動的起訴 違反了我們憲法體系的兩個結構性基石 國會在任命憲法官員方面的作用 以及國會在依法授權支出方面的作用 在裁決書中 卡農在三個不同場合 引用了大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 在同意意見書中的觀點 托馬斯認為 史密斯被任命為特別檢察官 可能會違反憲法有關任命權的規定 他寫道 如果沒有法律 確立特別檢察官的職位 那麼他就不能繼續起訴 普通公民不能對任何人提起刑事訴訟 更不用說對前總統了 卡農在裁決書中說 自2022年11月以來 特別檢察官史密斯一直在行使他不合法擁有的權利 他有缺陷的任命所導致的所有行動 包括他尋求替代起訴書 這是目前該程序的關鍵 都是非法行使行政權利 在法官駁回了機密文件案後 川普對卡農的裁決做出了積極回應 並要求司法部和地方檢察官 撤銷其他案件中對他的指控 7月15日 川普在真相社媒上寫道 在星期六發生的可怕事件之後 我們在團結國家方面繼續前進 撤銷佛羅里達州的非法起訴 應該只是第一步 隨後將撤銷所有獵物行動 包括華盛頓特區的一六選舉案 曼哈頓的封口廢案 紐約的商業欺詐案 女作家的誹謗案 以及喬治亞州的選舉案 川普還抨擊了司法部 協調了這些起訴 不過 他說 讓我們團結起來 結束對我們司法系統的所有武器化 讓美國再次偉大 對於卡農法官撤銷機密文件案 川普的律師克里斯托弗·凱斯 對裁決表示讚賞 他在一份聲明中說 卡農法官今天恢復了法治 為美國做出了正確的決定 從一開始 司法部長和特別檢察官 就忽視了憲法對美國 行使檢察權的重要限制 不過 史密斯的團隊表示 他們將對卡農的決定提出上訴 7月15日 史密斯辦公室的發言人 彼得·卡爾在一份聲明中說 駁回此案違背了所有先前法院的一致結論 這些法院都考慮了司法部長 有權任命特別檢察官的問題 司法部已授權特別檢察官 對法院的命令提出上訴 最後 我們說說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 7月15日 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 在威斯康辛州的密爾沃基舉行 在大會的第一天 川普被正式提名為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這是川普自2016年以來 連續第三次被提名 與此同時 大會還宣布了39歲的俄亥俄州參議員 JD萬斯作為川普的競選搭檔 當猶他州共和黨參議員麥克里宣布這一消息時 雖然大家並不意外 但是會場仍然爆發出 JD的歡呼聲 為幾個月來牽動人心的懸念畫上了句號 說外界對川普選擇JD萬斯並不意外 是因為他在多個共和黨民意調查中 被評為最熱門的川普競選夥伴之一 關於JD萬斯的生平與事蹟 我們在以前的節目中多次介紹過 今天的節目我們就不再贅述 而是主要談談川普為什麼選擇他 共和黨人如何評價這位年輕的草根寵兒 萬斯曾是一名風險投資家 2016年 在川普競選總統那一年 他出版了暢銷回憶錄《鄉下人的悲歌》 引起全國關注 2022年 萬斯棄商從政並得到了川普的背書 成功當選為俄亥俄州參議員 雖然擔任參議員還不到兩年 但他已經成為川普讓美國再次偉大一城 最堅定的捍衛者之一 尤其是在外交政策 貿易和移民方面 7月15日 川普在真相社媒 首先宣布了萬斯為自己的競選搭檔 並說出了其中的一些原因 川普說 經過長時間的深思守慮 並考慮到許多其他人的傑出才能 我決定最適合擔任美國副總統的人選 是俄亥俄州參議員JD萬斯 JD曾在海軍陸戰隊光榮退役 兩年內以優異成績 畢業於俄亥俄州立大學 是耶魯大學法學院畢業生 在校期間曾擔任耶魯法律雜誌編輯 和耶魯法律隊伍軍人協會主席 川普還說 這地的書《鄉下人的碑歌》 成為暢銷書和電影 因為它讚揚了我們國家勤勞的男男女女 JD在技術和金融領域擁有非常成功的商業生涯 現在 在競選期間 他將重點關注他為之奮鬥的人們 即賓夕法尼亞州 密歇根州 威斯康辛州 俄亥俄州 明尼蘇達州 以及其他地區的美國工人和農民 最懂川普的前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曾經說過 川普選擇競選搭檔的標準是 懂得川普的Maga議程 對川普忠誠並能提出不同見解 必要時有能力接任總統 善於應對媒體 以及在競選中能否輔助川普的人 顯然 萬斯完全符合這些條件 而且 年輕保守派組織 美國轉折點創始人查理·柯克曾經說過 萬斯可能是美國國會裡最聰明的人 作為年輕一代 他不僅能激發川普的支持者的熱情 並為競選注入一些千禧一代的活力 而且 他的俄亥俄州藍領出身 也可能有助於他在威斯康辛州、賓夕法尼亞州 和密歇根州等所謂的藍牆州 擊敗民主黨對手 川普選擇萬斯作為競選夥伴 共和黨人對此表示非常喜歡 包括一些競選對手 給了萬斯極高的評價 佛羅里達州參議員馬可·盧比奧被認為是 最熱門的三名候選人之一 他在X上發帖稱 川普萬斯2024 北達科他州州長道格·伯古姆 也是最熱門的三名候選人之一 他發帖說 萬斯來自小鎮 為國家服務 這使他成為美國優先議程的有力代言人 本卡森是川普的堅定盟友 也被視為潛在的競選搭檔 他在X上祝賀萬斯成為副總統候選人 說祝賀參議員J.D.萬斯 他年輕 善於溝通 聰明 而且他是美國第一 共和黨幾十年來從未如此團結 讓我們本週向世界展示 繼續加油 在11月讓美國再次偉大 另一個被許多人認為有望成為副總統的人 是維維克·拉馬斯瓦米 他是萬斯十多年前在耶魯法學院的同學 兩人都在辛西那提長大 有兩個年齡相仿的兒子 拉馬斯瓦米在一份聲明中說 我堅信J.D.將成為川普總統的出色副總統 並說 我認為美國政壇需要更多像J.D.這樣的人 所以我為他感到高興 並對未來的一切感到興奮 拉馬斯瓦米還說 唯一的負面影響是 這讓我們這邊失去了參議院中最優秀的戰士之一 如果被要求出任 我會認真考慮這個職位 並與川普總統討論哪條道路對我們國家最有意義 如果川普贏得大選 萬斯將擔任副總統 空缺的參議員席位將由俄亥俄州共和黨州長 麥克·德華恩任命繼任者 共和黨人相信 萬斯能給共和黨選舉地圖帶來優勢 俄亥俄州不再被視為搖擺州 但如果川普明年想重返白宮 就需要贏回這個秀貸 賓夕法尼亞州共和黨戰略家查理·杰羅說 萬斯是一個可靠的人選 他確保籃牆保持平坦 橫掃賓夕法尼亞州、俄亥俄州、密歇根州 和威斯康辛州的勢頭現在很強勁 在萬斯成為川普的競選搭檔後 哈里斯祝賀萬斯 並準備好在辯論中迎戰萬斯 據NBC報導 哈里斯給萬斯留言 表達了希望兩人能夠在CBS新聞提議的 副總統辯論中見面 而拜登則回應說 來吧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點讚和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